那时候 耶稣在提毙尼亚海边 又显现给门徒 耶稣是这样显现的 当西满伯多禄 号称迪迪摩的多磨 加里勒亚加纳的纳塔乃尔 再不得的两个儿子 同其他两个门徒在一起的时候 西满伯多禄对他们说 我去打鱼 他们回答说 我们也同你一起去 他们便出去 上了船 但那一夜 什么也没有捕获 已经到了早晨 耶稣站在岸上 门徒却没有认出 他是耶稣 于是 耶稣对他们说 孩子们 你们有鱼吃吗 他们回答说 没有 耶稣向他们说 向船右边杀网 就会补到 他们便杀下网 因为鱼太多 竟不能把网拉上来 耶税税 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 就对伯多禄说 是主 西满伯多禄一听说是主 他当时撤着身 就触上外衣 众生跳入海里 其他门徒 因泥岸不远 约有两百轴 就坐着小船 拖着一网鱼回来 当他们上了岸 看见放着一堆炭火 上面放着鱼和饼 耶稣对他们说 把你们刚才所打得的鱼 拿一些来 西满伯多禄便上船 把网拉到岸上 网里都是大鱼 共一百五十三条 虽然这么多 网却没破 耶稣向他们说 你们来吃早饭吧 门徒中没有人敢问他 你是谁 因为知道是主 耶稣去上前 拿起饼来 递给他们 也同样拿起鱼来 递给他们 耶稣从使者中复活后 向门徒显现 这已经是第三次 我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